最新消息 陸軍八軍潭有一台中型戰術輪車 上午行經屏東岩浦鄉 車輛不明原因自撞路燈 車頭嚴重受損 而當時車上包含了駕駛在內的16名官兵當中 有10個人受傷 9人送醫 幸好都沒有生命危險 而詳細事故原因還在進步釐清 中型戰術輪車衝撞分隔島 車頭損毀 車輪也爆胎 恐怕是水箱或油體殼破裂 地上滿滿水漬跟油漬 分隔路墩 水泥塊裂開 軍卡車內也凌亂不堪 警方到場也趕緊交通指揮 駕駛有送醫了嗎 駕駛沒有受傷 軍方立即派人前來 眼看多名官兵受傷 警消先進行包紮 所有將人送醫 而衛生局也啟動大量傷患機制 本院收治了兩名傷者 那其中一位的話 單純左側自己擦傷 另外一位傷者又受勞骨骨折 其餘傷者也持續治療中 這起事故發生在26號上午8點多 屏東鹽埔鄉 當時這輛陸軍八軍團 由增性官兵駕駛的中型戰術輪車 載運15名試官兵 卻不明原因擦撞陸墩 導致10名官兵受傷 其中9名官兵送醫治療 經檢查後已經有7位官兵 離院返回營區休養 軍初不了解駕駛沒有酒駕 也沒有精神不計 而且車輛在今年11月11號 也完成了下半年的定期保養 詳細事故原因 還有待釐清 只是軍卡擦撞陸墩 導致多人受傷 好在沒有官兵因此丧命 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 介紹書有朋友報導 台中有公車司機被投訴 對行動不便的年長乘客破喉大罵 有香港級女子為長者抱不平 司機竟然還說車壞了 要所有人下車 甚至開車推撞殴打香港女子 女子奮而報警 還把過程PO上臉書 引來網友踏罰 而事後司機是下跪道歉還被寄過 而台中市交通局 還是對業者開罰3萬元 另外也納入公車評鑑扣店 香港女子就站在公車前跟司機理論 司機居然踩了油門 車子撞上女子逼她後退 然後司機下車 用力把女子推開 女子哪受得了這一擊被推撞倒地 司機在上前繼續攻擊 女子重摔在地 一旁踩就行老闆看傻眼 就一直推她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有打她吧 就一出去的時候 那司機就把那女生折 有點像過肩甩這樣摔在地上 是吧在台中醫院附近 香港女子在臉書訴說這一切 司機疑似對行動不便的年長乘客 破口大罵 她打抱不平 司機居然拒絕開車 說汽車壞掉 轟所有人下車 她赴老人家過馬路 發現司機要把車開走 她回頭站到公車前 說要等公司的人來 遭到司機毆打 不少網友回應 脾氣很差的司機 我也遇過幾次 常常會凶老人家 好像看老人家不騎這樣 還用免費的車子 還要怎樣都收去 事件罰酬 司機下跪道歉 賠償6000元核解金 公司既過處分 連交通局都說 絕不寬貸 向台中客運處分3萬元 另外也納入公車評鑑扣 台中市之前才發生公車司機 不滿印度籍乘客講手機 怒吼感人下車 這樣的大眾運輸服務品質 讓不少台中市民覺得 似乎有待改善 記者中部 曾好報導 還要來關心新北市巴黎 在25號晚間7點多 聯動鐵皮工廠發生火警 大火狂燒3小時 造成了5間廠房全會 而其中一間受災戶 是竹宗慶打擊樂團的倉庫 裡頭不但存放了 歷年來的珍貴資料 還有明年2月份即將上演的劇場 木蘭的部分道具和布景 損失上千萬 樂團執行長透露 朱老師相當心疼 但現在重點是要趕快 趕工補作道具 力拼不影響演出 火雕燃員今天一大早 也重回現場 要釐清起火原因 暗夜鐵皮工廠全面燃燒 大火伴隨濃煙不斷竄出 鐵皮屋頂承受不住高溫塌陷 現場還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消防隊員使用機具破壞鐵蠻 要灑水灌救 但燃油火氣瞬間爆出 直接燙傷消防員的臉和手 有百分之二到四的灼傷送醫治療 新北市巴黎區 耶誕節晚上這場大火 整整灌救三個多小時 才控制住火勢 不過聯動工廠已經全燒毀 其中一間廠房更是 朱宗慶打擊樂團的倉庫 媽 因為我去衝過去就沒辦法救 因為那個蹦蹦蹦 太大聲了 我打車 改天一早重回現場 倉庫裡全是燒成碎片的演出 不僅和文化部資料 連舞台建材也被燒到斷裂 其他四間廠房同樣面目全肥 很傷心 來的時候還在燒 我怎麼講手機大概 你還沒辦法抓 聯動鐵皮工廠複製一具 包含朱宗慶打擊樂團的倉庫 脫掉車廠 傳播引擎 和二手加工機具 以及網購倉庫燃燒面積超過600平 朱宗慶樂團存放在裡頭 即將經典在線的劇場 木蘭 舞台背景 道具 服裝 和其他歷年來珍貴資料 全化成灰燼 損失超過前晚 當然一定很心疼 老師都一直跟我們講說 就只能好好地去正向 來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來確保我們的演出 跟教學的工作 能夠持續的運作 執行獎透露 朱宗慶老師相當心疼 心血毀損 連夜召開線上會議 就怕影響演出 火帶人員一早 也重返現場 釐清起火原因 唯一慶幸的是 大火沒有釀成嚴重傷亡 介紹號李明星 新北市採訪報導 耶誕節炫技陪慘了 在彰化有騎士高速過彎 耍帥壓車 不料車子失控打滑 往前噴飛 撞到對象保時捷 讓保時捷損毀 粗估維修費用就要50萬 這下子不但是耶誕節炮湯 還要付起庞大的維修費用 無度優偶 彰化還有計程車司機 他是闖紅燈 被綠燈執行車輛當場給撞上 幸好人沒受傷 一見紅燈 計程車還要硬闖 這種紅綠燈敢過 話剛講完馬上出事 計程車左轉 發下來不急 急踩煞車 卻被執行車撞個正著 後方駕駛目擊全程 一語成誠 你才剛講完耶 那句話好 這應該落過 事發地點就在彰化園林大道和中山路口 計程車司機僥倖闖紅燈 釀成車禍 好在沒人受傷 警方調查 雙方駕駛都沒有九下 不過這個路口車流量大 尤其是上下班時間 常常出車禍 如闖紅燈 無獨有偶 聖誕節晚上 彰化一名騎士 連續幾個高速過彎 壓車炫技 不料機車打滑 騎士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機車失控 往前噴飛 撞到對象的保時捷 嚇得後方駕駛 緊急煞車 機車一路滑行 撞上名宅騎樓的箱形車才停下來 不過這輛機車解體龍頭變形潰縮 幸運的是騎士只有輕微挫傷 被波及的住戶 車輛只有輕微受損 不打算追究 根據了解騎士還是個大學生 騎車耍帥 釀成車禍 而保時捷車頭毀損 據說維修費出估就要50萬 這項騎士不止聖誕節泡湯 還得為此付上一大筆維修費 這也就帶入冒中華報導